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帮助你提高沟通效率 今天给你分享的是 斯董辉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是一对一沟通七步法 这个工具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斯隆商学院教授艾德加·沙英 所写的《过程咨询》一书中的观点整理而成的 在同事或者亲朋好友碰到难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激发他的潜能 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帮助他寻找到解决方法 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是有三点 第一 你要确保你和他沟通的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第二 沟通要坦诚 你的提问要出于对他的关怀 第三 沟通中你只能提问和聆听 不能评判和建议 那么具体怎么使用呢 沟通有七个步骤 分别是确认问题和机遇 理清问题和机遇 对目前产生的影响 可能对未来的影响 理想的结果是什么 你个人可以改变和贡献的地方 以及最后行动承诺 接下来我会为你介绍 每一个步骤 具体提问的方法 第一步 确认问题和机遇 你可以这样问 请问我们这次需要讨论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提问的目的是鼓励对方 说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步 理清问题和机遇 你可以这样问 那现在遇到了什么具体问题呢 请问这个问题持续了多久呢 如果我理解的正确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什么 是吗 第三步 这个问题对目前产生的影响 那现在这个问题对你 其他人以及企业 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呢 目前还产生了其他什么影响吗 还有吗 那你怎么看待这些 目前产生的影响呢 当这些影响发生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第四步 可能对未来的影响 这个问题 可能对未来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呢 发生以后 会对你其他人企业 又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影响 你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第五步 理想的结果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问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理想的结果 你认为是什么 那为什么你认为 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呢 其他人会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当你思考这些结果的时候 你的具体的感受是什么呢 第六步 你个人可以改变和贡献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个人做了什么 效果怎么样 你有什么新的计划 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最后一步行动承诺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认为需要采取的最有效的行动 是什么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 你打算如何克服行动中 可能产生的一些困难呢 好了 第一个加餐工具 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我为你分享的是 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的提问工具 来帮助你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